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在表现艺术治疗当中 我们会用艺术媒材 然后用身体感受 然后肢体动作 戏剧的部分 然后音乐的部分 它都是可以协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感受 表达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们主要希望将这个过渡地带 中间地带比较少人提的部分 可以就是以书的部分来告诉大家 然后大家也有机会可以用来照顾自己这样子 是 老师那我想要再进一步请教您 因为您书中有提到一个现象 就是双轨摆荡模式 那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名词吗 就是我们通常在就是经历这个调整失落的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 我就是怎么样才叫做好了 可能以为它是一个直线式的 可是其实不是 它其实是在一个复原模式 跟一个失落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来回的一个摆荡 就比如说可能这个事件如果只是轻微的 可能你只是吃不到很想吃的东西 可能就也还好隔天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手机不见了 你有可能要花一个礼拜 那如果你失恋了 或者是说亲人过世 那你可能就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那这时候的情绪并不是说 你今天感受到之后就不会感受到 或者是你下次感受到 你会觉得自己还没好 它其实是来回的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冲击比较大 或许那个情绪是比较强的 那慢慢的在生活当中 那你怎么样去消化调试啊 然后表达这些部分 那你就会发现说 你好像是从那个很失落的部分 那偶尔觉得自己好一点了 可是偶尔又觉得自己好像又掉进去 那偶尔又觉得自己好一点 所以它其实是在一个来回的一个当中 那慢慢的将这个事件可以整理 然后化成自己的一部分 找到一个新的意义这样子 是 对 老师那因为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最重要的是自我觉察 对对对 我们的心理状态通常是优微的 比较不外显的 那我们该如何去自我觉察呢 因为像我们就是这本书里面有个 就是提到就是说身体感受 它是一个蛮明显的一个部分 就比如说我们觉得疲累了 那我们可能就觉得想睡觉 眼睛会酸酸的 头会胀胀的 然后压力大的时候 会觉得哇肩颈不太舒服 或者是你觉得 我今天觉得这件事情很烦 我不想开会了 我就有一种想要逃离的部分 或者是我觉得很生气很生气 我手脚可能就会觉得很紧绷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讯息 那也在告诉我们说 有这个讯息 那所以情绪同样的 我们就可以从这当中去发现说 好像有一个部分怪怪的 当我们发现说 好像有一个部分怪怪的 我还说不太出来是什么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可能心理上的感受 身体上的感受在告诉我们说 嗯你可能要留意一下自己了 这样子了解 是老师那我想再问的更深入一点 是因为自我觉察的前提是要有认知嘛 对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他不见得 有这个机会看到老师林出版这本新书 是好但说明叫做不想谈也没关系 是那我们的旁人要如何协助 当事人自我觉察呢 譬如说我们看到有人可能 比如职场上可能开会的时候 看到他心思缺缺 或者是他说他自己头痛啊不舒服 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疾病或问题 是是 我们该如何协助他又不会 因此让他觉得被冒犯呢 当然当然就是我们虽然说叫不想谈也没关系 可是并不是要大家都不要谈 而是说在你可能还找不到方式 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讲 还太沉重你不太知道怎么开口 或者是你觉得还找不到信任的人谈 你会觉得怕造成比如说家人的担心 或是怕造成朋友的负担 或者是你怕讲出来人家会不会讨厌你 有很多的负担你觉得都还不太清楚的时候 那我们说里面的方式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用来照顾自己 那或者是说用来陪伴亲人 那陪伴亲人并不是说 好那他就要这样做 做完之后呢 就是我们要列一个行程表做完 然后就要说 其实不是 你可以简单的问问他说你最近还好吗 然后或者是你就是像生活当中去问问他说 你最近都做些什么 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可能跟孩子啊青少年工作 我们就会跟学校的老师说 你可以问问孩子今天营养午餐好吃吗 跟同学玩什么 那可能在公司的同事说哎呃你最近看起来好像蛮疲累的嘿那也用这个方式提醒这个当事人他可能没有发现他已经好像有点就是overloading的这样子对 老师这一段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嗯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洪沛宇的呃就是他是在呃电影本日宫修里面的主题曲是呃就是港款那我觉得这个呃这个部分很有趣是因为这里面的那个美法师他是一个就是传统的理法师这样子那他身旁的人都跟他说你要改变时代在变化什么什么什么那可是他却很坚持跟执着在觉得有一些他坚持的部分想要保留 不管是他愿意坐很多办公车去为一个老客人理法嗯嗯然后是他坚持说哦就怎么样一定要开店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看起来是很一般的生活可是我觉得我们也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慢慢的累积经验然后慢慢的很多建立安全感啊所以呃看似平凡的生活其实他有很多点滴然后很多的风味这样子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广流星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温柔的这项心理师书玉楼老师老师欢迎您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老师带来他的新书说明叫做不想谈也没关系哦然后是由上周出版的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呃您刚提到说 当我们觉察到身边的人可能有心理上面的状况或征兆 可以问他说还好吗还好吗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不想讲不敢讲或不愿意讲 嗯那要如何打造一个让呃周遭的不管家人或者职场的同事是都可以畅所欲言 嗯有充满安全感的环境呢是就是呃因为像我第一本书里面就是提到说哎就是成为孩子的安全基地那很多时候其实都跟我们身体感觉有关 嗯就是你有一个舒服的比如说哎那个空调哦那个气候啊就是那个温度是舒适的对然后跟比如说哦就是很多公司可能有零时间大家会觉得说哎有食物或是有饮料或是有茶包那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在需要我觉得肚子饿的时候我可以去喂食自己嗯那所以从一些呃身体上面的部分五感当中嘿然后或者是说哦就是这个呃办公室的空间他如果是很开放的我都听得到隔壁的同事在讲什么 哦那隔壁同事也听得到我在讲什么这个其实也就会互相干扰也会影响到安全感对那或许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嗯那同事如果需要开会或者是说跟客户讲电话他可以去这个私密的空间嗯或者是说哎有一个阳台他可以看到户外嗯他觉得哇这工作很辛苦的时候我需要喘息一下的时候我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我去看看户外调整一下嗯所以这些东西 最减呃最基本来说其实就是从身体的五感当中去出发这样子嗯那刚刚老师您提到的是职场上那家人呢要打造如何打造一个让家人有安全感的环境嗯这个可以回到我们书里面就是在这个书里面我们呃就是最后个章节我们有提到复原的一个部分那复原的一个部分啊其实会蛮需要就是说呃家庭跟呃环境的部分嗯并不是由这个人单独的去做这样子那其实就是生活上面比如说问他就哎你要喝杯咖啡吗 嗯或者是说你想要呃就是吃个饭吗或者是约他看个电影然后或者是说哎我觉得这个笑话蛮好笑你要不要看看就是从一般生活当中呃去跟他分享也不一定要直接的去呃问他说哦那你还好吗这件事情或什么对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呃并不用太担心说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到呃就是对方就是我觉得也让对方知道说哎我们想要关心你那可是我们没有要push你 哦那我们只是从生活上的点滴去跟你做建立做连结嗯嗯对像十一章里面的主角就是社区的人会一起邀他说吃午餐嗯嗯然后一起办活动一起拍椅子嗯那这个其实就是从远古时代人们就是呃就是一直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呃就是像我最近看一部电影然后他叫做老橡树酒馆嗯嗯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当人们一起吃饭然后也会就是有那个更坚强的情感在一起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吃饭啊生活上的这些事情他真的就是看似很没什么基本可是他真的就是让人会觉得说哦我不是孤单的嗯嗯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跟大家一起这样子是对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嗯你刚刚在书中有提到就是用呼吸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是是那书中我介绍一些出呼吸的方式那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吗好哦就是呃因为呼吸他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主动的部分去调整 我们的自律神经的部分那因为通常当我们紧张啊焦虑的时候那那个自律神经特别发达提醒我们说哦要开始工作开始工作那可是想要放松的时候呢自律神经会觉得哦我还在那个就是忙乱中那透过呼吸啊比如说你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比如说一二三四提醒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嘿用数数的方式或者是说你可以双手打开然后我书里面取了一个名字叫老鹰呼吸法就是双手打开 然后吐气的时候双手放下那也可以搭配一下想象就是你是一只鸟或是老鹰那就是从呃几次的呼吸当中去调整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呃心跳啊呼吸他可能也变得比较长嗯对那呃或者是说你只是简单的就是吸气的时候然后跟吐气的时候哈你可以听得到自己这个吐气的声音嗯他也是一个主动的方式在提醒我们的大脑身体要放松了对对那 那也跟大家提醒说这个方式他并不是说你做一次他就可以改善嗯嗯他是需要有一点时间因为毕竟建立连接他就要有点时间对对所以会鼓励大家你可以做个三次五次六次那慢慢感觉那个呼吸啊心跳慢慢是缓和的那个呃下来的一个感觉这样子是对老师那这一段还想问您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是嗯就是您身为这场心理师嗯当很多呃咨询者向来向您寻求协助的时候 嗯嗯嗯您会让自己陷入其中吗要如何保持那个界限感呢哦对这个就是我们在专业训练当中其实非常重要我还记得我们专业训练呃就是呃第一个礼拜的课呢老师就是在跟大家讨论就是什么样是一个专业然后又安全的那个就是呃实践这样子一个工作的方式然后他问大家那他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个自我照顾的部分就是说哎你碰到一个呃就是情况比较复杂的个案对那当然我们一定会影响身心 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提醒说哦好我的工作结束了那我已经做到我可以做的了嘿就是我通报或者是说哎我的帮他连结资源或是什么那我怎么样自我照顾不管是说呼吸的部分或是回到自己生活上面那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专业训练当中蛮重要的一块然后需要提醒自己这样子了解对对对老师这一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嗯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是很我之前很喜欢然后很欢乐的歌是呃就是谢明佑的歌 然后是晚起活动中心然后我觉得他让大家会觉得说哦就是仿佛大家一起然后就是有一个人邀请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一起来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里面一起唱歌跳舞这样子哦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国流星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 整谈阿宅的万事屋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呃能带给大家身心疗愈的苏玉如老师老师欢迎您哈喽主持人好大家好老师出版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不想谈也没关系是由上周出版的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刚上一段有提到说呃在您从事训练的第一个课程就是教导说要如何保持界限感嗯如何让自己可以从呃各种案例里面去嗯不要深陷其中 嗯那我想请教您因为我本身是开真信社的是是那很多当事人呢他会把我们视作为服务嗯他快溺水了是他却牢牢的抓紧我们嗯比如说可能半夜啊呃或者是无时无刻他就想打电话给我们嗯嗯那因为像老师您的专业领域对你可以去接他的电话因为我们好像不太行是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就是大众的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问题 嗯嗯就是说呃像我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这个me time的部分对就是自我照顾的部分嗯自我照顾其实是我们这本书很主轴的部分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自我照顾每天的累积累积然后不要到那个最后一刻就是啊我找不到人然后我一定要紧急救援或是什么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就哎如果真的我们都会跟大家说就是那个发生那个紧急事件的时候请打110119对或是113这样子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在那个 那当下是无能为力的是没有办法对我觉得承认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蛮重要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呃我觉得那不代表说专业上的呃就是不专业我觉得他是一个明白就是说哪一些分工就是紧急事件就是呃有火灾就是要叫消防员然后有任何紧急事件就是一定要叫救护车或是警察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工作上面就是呃也很就是呃觉知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刚提到me time是 就是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时间可以呃呃去向内探索是那老师您自己密探会怎么样去进行规划跟安排呃像我自己蛮喜欢爬山的哦爬山是对对对然后我在书里面也提到就是呃大自然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就是有一个复原力的部分这样子对然后呃其实现在也有蛮多的呃可能书啊或是电影啊然后他其实也都会提到哎就是人在大自然当中然后他可以去促进我们心里面呃可能 更多啊不同面向的然后有一些消化情感啊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呃让心思啊有一些沉淀啊转化的一些部分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接触大自然然后不管是不是去海边啊爬爬山啊或者是只是简单在米亚公园附近走一走我觉得他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方式这样子是对是另外有一个非常特别地方想请教您是是您的智界里面有提到说您之前在英国伦敦大学是舞蹈词 那是舞蹈治疗博士对什么是舞蹈治疗哦舞蹈治疗硕士哦硕士我没有博士对对对把它讲清楚对就是呃舞蹈治疗它就是表现艺术治疗里面的一个方式嗯对然后有呃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听过是艺术治疗音乐治疗那舞蹈治疗跟戏剧治疗嗯那舞蹈治疗呢就是我们会呃留意在身体感受然后跟身体动作的部分那因为呃我们的肢体动作啊是我们的第一个语言嗯对我们在学会语言 之前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表情很多动作嗯对那像在书里面我就解决一个舞蹈治疗方式也提供给大家啊就是大家可以放喜欢的音乐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不会被打扰空间里面嗯然后就是随意怎么跳随意怎么叫嗯都可以那他就是一个就是可以用来给自己一个很好照顾的一个方式那对然后因为动身体啊就是身体跟心理他其实会互相呃影响跟连结的这样子对那也可以让我们从呃 呃专注力当中可以回到身体身体感受可以呃不会一直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因为一直卡在里面一直想有时候真的会想不出来对嘿那我们可以稍微转移一下注意力然后再来回到这边他也是一个来回的过程这样子对对对那老师您这段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分享那个五月天最初的陈敏曲疯狂世界他是一首非常那个呃就是 摇滚快节奏歌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抒发就是不管是你有各种情绪能量啊然后或者是你觉得啊很生气什么什么或者是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同事啊老板啊世界啊不可理喻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是还蛮好可以用来那个动一动然后就是呃发泄一下的一个歌曲这样子推荐给大家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国流星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协助我们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智商心理师书彧卢老师老师欢迎你主持人好大家好老师出版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不想谈也没有关系是由商周出版的老师愿您书中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章节是探讨呃有一个当事人哦可能就是 模拟当事人他遇到了外遇的问题是然后他身陷其中无法自拔嗯那您提到说可以用观影呃的方式来疗愈自己对因为呃就是像外遇啊这样事件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冲击嗯那很多时候可能因为还要照顾小孩啊那不管对于男生女生这么大一个冲击当中那其实很重要的是或许你还没有准备好要要去谈或是要去问哦那呃其实呃这样子的复杂关系当中很多的电影或是 追剧那也是我们都会看到对那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还一时找不到方式那因为追剧啊看电影是大家现在也就是很随手可得的方式所以我把它写入在那个书里面然后呢我们也呃就是让大家可以去理解到说哎我们通过这样子的看戏剧的方式然后呃投射自己的情感然后或许你也会哭啊 嗯嗯然后会跟着里面的呃主角去骂啊那个谁啊这样子嗯他都是一个宣泄情感的一个方式跟管道这样子嗯是对老师那我想提出一个小小挑战是因为像我自己在呃看剧的时候常常会过度投入嗯嗯就是甚至可能我看到角色哭的时候我也跟着掉眼泪是是是是然后也明明已经结束了我还走不出来嗯嗯 那有可能就是要如何去安全的去是看这些戏剧尤其当自己很低落的时候嗯呃呃呃就是当然就是说呃我们会跟着哭跟着笑跟着骂其实这个是还蛮正常的因为我们我们是人然后我们就是会有这种情绪共振啊这个部分对然后当然是如果说哦太投入了就哇就是那个疯狂的就是一直要去找这些资讯啊或者什么或许他会是一段时间的嗯一段时间的沉迷啊对那 那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回到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嗯嗯或许你看看自己的呃碰到的情况碰到的问题嗯嗯那你也可以想一想说哦呃呃里面的主角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对那你自己呢你怎么想怎么看对然后像我们呃就是里面案例里面我们也有提供几个想一想的问题嗯嗯然后让大家他就是有机会可以去想一想有关就是这个也是蛮重要我们能够带入反思对然后想一想说 那我自己的情况呢我的感觉是什么这样子对对对对那我想要请教您说嗯因为智商心理师您看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当事人不一样的案件是是那嗯有没有这样的当事人会让您觉得就是难以抽离的那你要如何去排解这样的情绪跟感受嗯像我们做真信社的是很多客户嗯就是他很需要我们很依赖我们是嗯那也让我有像我们公司有个同仁是他就出现很明显的 嗯就是他已经影响正常生活了是是然后他会不断的会认为说都是因为客户的这些需求嗯拉他然后让他无法去好好的面对他的生活跟问题是他会失眠然后他会沮丧甚至会对我们发怒嗯嗯那您是如何去协助自己套跳脱这样的环境跟状况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me time啊自我照顾对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提醒说自己下班了嗯 嗯嘿然后就是呃也要为工作时间设一个限制哦对然后或者是说如果像比如说真心社这么复杂多元的工作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可能请同事呃接一下这个接一下这个嘿就是彼此工作上面怎么样去呃cover跟互相协助可是一定会是要提醒自己说啊我下班了嗯然后要回到自己那从最简单的就刚才大家跟大家分享就是五感就是哎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看什么你喜欢听什么 好然后或者是说哎像有的人可能很喜欢就是啊我要去做spa嗯那我要去逛街或是哦可能就是跟好朋友哦去喝下午茶啊那或许有的人可能喜欢就带在他的车子里面然后去闪里面嗯然后我现在喜欢在车子里面听音乐这些都是蛮简单的提醒自己说我需要回到自己那呃这个也是我们书里面其实也想跟大家提到就是有关界限的议题对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想要照顾对方 嗯嗯照顾亲人照顾家人然后我们会以对方的需求为优先那可是呢呃对方就是每个人的情绪是要由自己去负责没错负责消化然后负责去调整那的确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太容易去发现可是当你觉得你真的筋疲力尽你觉得哇天呐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嗯嗯嗯我好想要躲起来哦对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请务必先照 照顾好自己嗯嗯那也让他知道说哦就是可能我今天不行那可是我可以跟你约礼拜三哦对那或者是说哦今天会有谁去照顾嗯比如说像呃长照的系统里面长照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议题照顾者的议题对对那所以可能就是比如说居家的喘息的服务啊嗯嗯就是会有呃照服员可以去家里面然后可能这个照顾者他可以去买个菜然后可以有他自己的一些人际互动嗯嗯或者是像照顾小baby的妈妈 他可能会觉得我一整天都在跟宝宝讲话我好想要跟一个成人讲话嗯嗯所以可能这时候就是不管是先生或者是说哦可能保姆或者是哎可能让他有一个小时之间去喝杯咖啡嗯去进行一下成人之间聊天的这个部分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子对是老师这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嗯嗯对接下来这首歌呃这首歌呢是呃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部那个戏剧叫活神的眼泪 是啊然后是看主题曲将美哦讲呃就是将 llegar唱的绕然后我觉得他走歌的歌词非常的有意境然后有画面然后也带大家去呃就是感受看看那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呃就是很温柔ativas然后陪伴的一首歌曲这样子分享给大家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哇 欢迎回到中广流星网 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陪伴我们走过失落的 苏玉如苏老师 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老师带来一本新书 书名叫做不想谈也没关系 是由上周出版的 副标题是 心理师带你以非语言方式 为封闭的心灵打开些许空间 摆脱失落获得疗愈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 就书中反复强调的概念 就是我们要来了解自己的情绪 并接纳他 那我们要如何 觉察自己的情绪 并且接纳允许我们自己的情绪呢 因为像我们说里面有提到 就是我们三位作者里面 我们在工作经验当中 那我们会发现说 当碰到一些失落事件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会经过几个阶段 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先说 我无法接受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那其实那个时候 也不用逼自己接受 当你发现说 你承认我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这个也就是一步了 对对对 那这个也就是一步 我可以慢慢去发现说 那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 是因为跟我的期待不一样吗 还是说是因为就是伤害啊 或者是说有些挫折 有一些失望的情绪 那这些都是一些入口 可以协助我们去理解 那也有一些部分 像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身体的感受啊 如果你觉得很疲累 那也就允许自己先好好的泡个澡 喝一杯水 然后好好的睡一觉 其实这个也都是能够协助我们去觉察 然后发现 我们可以按一下暂停键停下来 想一想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这么的混乱 然后这个当中 我们再慢慢的去厘清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子 对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 当我们在看国外的影集的时候啊 都会很羡慕也很压抑于 就是国外的这些朋友们 有好多表达自己的方式 他们在社会中允许各种不同的 自我表达跟情绪的展现 那在我们华人的社会 好像似乎对于特立独行的表达方式 或情绪的展现 不管是愤怒悲伤难过 好像都是会被用异样的眼光看待 那您是如何去看待这个不一样的文化 然后您觉得这部分我们要怎么调整 是因为像我们书里面也提到说 其实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 我们都希望说要以和为贵啊 然后我们可能都要先检讨自己啊 然后就会想说啊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啊 那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呢 重要的是可能就是像我们前一题讲 就是我们需要先暂停下来 然后去理解说 我真的有生气 那这个生气我们可能用一些方式 比如说不管是你放喜欢的歌曲 在那边大吼一下 或是你吹吹枕头 然后把这个生气给 就是消化跟表达 就是绝对是说你允许自己生气 那生气有很多表达方式 可是绝对不是说 你就要去打人家 然后你就要去骂人家 那些部分 那所以其实比较重要的还是说 我可以去理解到跟接纳说 我有这些情绪 那这个部分的确 就是他会需要一点时间练习 我们就会说其实情绪的调节啊 情绪的管理 他绝对不是塑成的 他会是需要说啊 我越去熟悉他 有点像我学一个语言 对 那我越熟悉 那我就越知道我怎么去表达 然后怎么去练习 怎么去做这样子 老师因为书的最后啊 很特别还有一个附录 是上面有一串 您可能跟伙伴 聊育歌单 您听的歌很多元 是我们就是三个人 我们就把他共同的那个凑起来 然后我们也把他分类 就是觉得低落的时候 有哪些歌曲 对然后觉得需要一点那个支持的时候 或者是你觉得你很生气 想呐喊的时候 然后也都有 就是按照这些分类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样子 老师就你们听的歌这么多元 是就是平常你生活应该很忙碌吧 怎么会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元的歌曲类型 哦因为我们就想说 呃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生活上可能通勤啊 然后或者是说可能工作的空档啊 然后因为现在音乐是大家常常会 就是使用的一个媒材 对然后就是很多的平台都可以有这些部分这样子 对那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垂手可得的部分 那大家我们也都就是很建议大家 你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疗愈歌单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我在各种情绪的时候 我有一个相对应的 你可以让自己当自己的那个就是生命的DJ 然后点一首歌送给自己 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自我照顾的方式这样子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书彧如书老师来节目上这么多深入浅出的分享与精辟的内容 那再次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老师的新书说明叫做不想谈也没关系 老师最后一段你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嗯这首歌啊就是是很有趣的歌是旺福的那个珍珠翁银 就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因为它也是代表了我们的那个台湾的文化生活啊 那因为我们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就是从生活当中怎么去照顾自己 那所以也用这首歌来跟大家做个ending 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是老师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听了您的分享 想要进一步的了解您的相关资讯 那可以怎么找到您呢 我有个粉专叫小鹿散步 就是那个森林里的小鹿小鹿散步身心工作 那大家如果觉得对于书里面有好奇 那也可以就是问上桌出版就是我们都可以联系到这样子 那大家也可以去粉专看看就是我也有一些身心工作相关的文章这样子 是这太棒了那为什么想取名为小鹿散步 嗯就是这个故事很有趣因为我喜欢爬山 然后这个是在英国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去在一个森林里面 然后我们那一次没有特定的目的地 我们只是想说我们就是去森林散散步 那很有趣的是我就在一个地方坐着的时候 然后坐着坐着我就突然抬头 我发现竟然有一只鹿跟我对抗 好棒喔对非常非常神奇的经验 然后我非常感动然后我就掉眼泪了 然后我们对看了大概可能也有五秒十秒喔 蛮久的时间对然后就觉得非常神奇 然后那一只鹿他就就是很优雅的就慢慢的又走开了 对然后他应该是一只可能年轻 然后就是可能一只母鹿他不是那种有角的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当中的宁静 然后跟这样的相遇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就把它作为一个纪念 然后也觉得也想要分享给大家这样的感觉这样子 是对也祝福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 都能探索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 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 如果遇到任何疑难杂症也欢迎在脸书上面 搜寻力达真信社或真信社阿宅就可以找到我们啰 然后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的分享 谢谢主持安 谢谢大家 谢谢 好大家晚安 拜拜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